齐福坦主战坦克又称酋长坦克 是冷战时期的王者英国人的骄傲 西方战后第二代里面 火力跟防护最顶尖的主力战车 在火力和防御力上都曾是世界第一 它是由英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 研制的一款主战坦克 但它从未在英军中参加实战 研制之初的英国军工厂也提出过 多种用新型主战坦克 来替换迅秋轮坦克和征服者坦克的建议 但没有一种坦克能进入设计阶段 在1956年 里兰德公司制造了三辆 称为FV4202的坦克样车 该样车与早期的迅秋轮坦克有些相似 但由于仅有五对副重轮 采用了无防盾新型炮坦后 驾驶以后轻 因而车体的高度较矮 这两个特点为其后的吉福坦坦克所采用 吉福坦主战坦克 是英国的第一种第三代主战坦克 于1963年装备到英国的陆军部队 截至到20世纪70年代初 英国公司的两条生产线 一共为英国陆军生产了860辆 吉福坦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现有多种衍生型号和改型车 还出口到了世界多国各地 下面让我们以吉福坦的两个衍生型号 MK3和MK5做一下参数上的对比 MK3和MK5可乘人员数量一致 都是四人 战斗权重上MK3相比MK5差了900千克 分别是MK3重54100千克 MK5重55000千克 净重量MK3是51460千克 MK5是53500千克 单位功率上MK3是9.92千瓦每吨 而MK5则是10千瓦每吨 在车长上MK5比MK3短了一点点 但是炮的长度相比MK3加长了一些 MK3的车长是7.52米 炮向前为10.79米 炮向后9.865米 MK5的车长是7.518米 炮向前为10.795米 炮向后为9.870米 MK5和MK3的车宽松同 都是带裙板为3.504米 不带裙板为3.327米 车身高度上两款车型也是一样的 分别为车身全高2.895米 不算炮塔顶2.550米 车底居地高0.508米 说完车身的长宽高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铝带 坦克的铝带是重中之重 一条好的铝带可以翻山越海 MK3和MK5 铝带宽为610毫米 中心距为2.718米 着地长距4.8米 接下来肯定要说一下它的速度和最大行程了 MK3和MK5的公路最大速度为48000米每小时 公路最大行程为400到500千米 土路最大行程200到300千米 大家都知道坦克大部分走的路都是非常不好走的路 肯定会走水路啊山路啊 需要爬坡呀 那这款骑浮坦主战坦克的涉水深度 潜水深和爬坡度都为多少呢 骑浮坦的涉水深度为1.066米 还是非常不错的 潜水深达到了4.6米 爬坡度60% 攀垂直强高0.914米 说完以上这些参数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发动机 发动机是一个坦克的心脏 尤为重要 骑浮坦的发动机搭载的是里兰德公司的发动机 骑浮坦MK3搭载的型号为L604的MK6A MK5搭载的型号为L608号MK8A 这两款车型的发动机 类型都属于两冲程压燃式对质活塞多种燃料发动机 功率转速通为720马力 2100转每分钟 骑浮坦的传动装置生产公司是大卫布朗 型号为TN12 机械式类型 前进挡有6个挡 到挡数有两个挡 骑浮坦的5G类型也挺多的 有火炮 并列机枪 高射机枪 烟幕弹发射器等 火炮的类型为120毫米 型号为L11A5类型线塘 高射机枪口径和并列机枪的口径同为7.62毫米 数量也都是一艇烟幕弹发射器总数量12g 弹药基数120毫米炮弹53发 7.62毫米机枪弹6000发 12.7毫米机枪弹600发 以上就是骑浮坦主战坦克的各种参数了 骑浮坦主战坦克的系列型号特别的多 有十几种衍生型号 有MK1一直到MK12等等 是不是非常的多 但它的这些衍生型号都是微微感动 如上面参数对比提到的MK3和MK5 参数上几乎一样 相比型号类型 骑浮坦主战坦克的服役记录就没那么多了 骑浮坦主战坦克在英军中少有实战机会 倒是它的主要装备国伊朗 使用这种坦克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两伊战争中伊朗骑浮坦坦克是地面部队的重要武器 外界普遍认为是它的性能强于伊拉克的T62坦克 也强于伊朗人的美制M60或M48坦克 在伊拉克装甲部队占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 正是依靠骑浮坦坦克和人力优势 才使得伊朗得以在战场上维持军事 在1981年1月5日 伊朗人发动了夺回边境 重振苏桑吉尔德的战役 进而威胁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而伊朗总统巴依萨德尔 则亲自坐镇胡奇斯坦省省委会阿瓦市的地下指挥部 前线共投入了一个装甲师 两个步兵师 一个炮兵师 和大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总兵力超过了3万人 拥有350辆齐夫坦主战坦克 进攻开始时非常的顺利 让受到骑邪的伊拉克军队瞬间土崩瓦解 但到1月7日夜间 抵抗逐渐加强了 伊拉克装甲部队在后方完成集结 准备对伊朗军队发动反击 隔了三天以后 双方的装甲突击集群 在苏桑吉尔德南面的沼泽地带 爆发了激烈的遭遇战 这是400辆T-62坦克 和350辆齐夫坦坦克的生死对决 伊拉克方面还有大量空军参加战斗 T-62坦克在当时已不是什么秘密武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T-62就参加过战斗 暴露出射击速度慢 火炮服交小 火控系统简陋等问题 T-62的RA-20式115毫米滑糖炮 配有双向稳定器 可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破甲弹和榴弹 炮弹出速1000米每秒 破甲厚度400毫米 T-62的炮掌望远式瞄准镜的最大瞄准距离 为4800米 此外还有一个红外潜望瞄准镜 但是伊拉克的装甲兵 根本不习惯使用这些 本已极为简陋的火控系统 他们在射击时 通常采用目视直瞄方法 因此命中率很低 战斗一开始 齐夫坦坦克依靠1500米远距离 首发命中率的优势 一辆接一辆的 把T-62打成冒烟的废 但齐夫坦坦克也有缺点 它55吨的战斗权重 在与既土质松软的地区激动困难 而44吨的T-62则灵活得多 在近距离的战斗中 T-62也惩罚了对手 它的115毫米滑糖炮 也摧毁了不少齐夫坦坦克 伊拉克的米24武装直升机 加入战斗后 伊朗人的优势消失殆尽 他们的美制AH-1武装直升机 由于缺乏零件动弹不得 结果是齐夫坦坦克 对苏桑吉尔德的突击 最终被伊拉克军队挫败 总之 在漫长的两一战争中 齐夫坦主战坦克 始终是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 这也是后来 萨达姆侯赛因决定 从苏联引进装备 125毫米滑糖炮弹 T-72M坦克的根本原因之一 齐夫坦坦克相较于 同时期美国的M60系列坦克 其火力防护力较佳 经过改进之后 机动力与M60A3坦克相当 是一种出色的主战坦克 齐夫坦坦克的后继者 设计的车体 炮塔与动力系统 但是仍然继承了 百夫长坦克 齐夫坦坦克 以英国战车的特点 即重视火力 防护力 而牺牲机动力 事实上 挑战者一世 只不过是齐夫坦坦克的 过度改良型 但对英国而言 挑战者坦克在国际市场上 不受重视 销售成绩远远不及 齐夫坦坦克 八九十年代能有效兼顾火力 机动力与防护力的 德国巴尔主战坦克 与美国M1主战坦克等新坦克 彰显英国以牺牲机动力 换取防护力 火力的坦克弱点突出 齐夫坦主战坦克问世以来 国内外评价说法不一 英国陆军认为 它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 所必须的各项特点 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主战坦克 美国人也有人认为 它是欧洲最优良的坦克 而一部分西欧国家 认为该车造价昂贵 重量偏大 不适合在他们的国家使用 固执的英国人 似乎走了一条正确的路 有齐夫坦坦克 参加过的战争表明 尽管它的机动速度不快 但是由于其良好的防护力 和强大的火力 装备它的部队 常常是推进速度最快的 那么大家认为 齐夫坦主战坦克 实力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有什么想看的节目 也可以打在下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